大家好,我是回飞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巴西女生的一些特点 今天这期视频拍的时候 发现有很大的风的声音什么的 因为现在刮特别大的风 可以听到风呼啸的声音 所以如果视频的声音效果不大么好 请大家多的包涵 巴西女生有一个特点 不只是巴西女生 巴西人也是 但是尤其是巴西女生 她们会为了维持礼貌素质 一直保持微笑 可能你再一听这个 你会觉得哦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特点 因为大家会微笑 然后表示你的礼貌什么的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中国人不会为了维持这个礼貌 一直面带微笑 一直笑到你的脸都僵了 对不对 如果你认真观察巴西女生 或他们参加一个社交活动之类的 或是做一个事情 他们为了保持礼貌和素质 会一直面带微笑 但是那个微笑 你知道人笑久了 会变成一个假笑 皮笑肉不笑的那种笑 就是好像她在微笑 但实际上你看得出来 她笑得非常的僵硬 她笑得非常的不自然 你知道她那个是言不由衷的那种微笑 如果你在巴西 你看巴西这边的电视节目 有一些真人秀节目 比如说参观明星的家那个节目 我没有看那个节目很多 只是有时候我看电视 会看到电视节目的广告在电视上 他们剪辑一些片段什么的 然后做一个十几二十几秒钟的视频 让你看 然后你会看到 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女明星在那里 在笑 问题是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故意的 就是那个女生笑得特别的假 你明明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女明星她不想笑 她也不觉得有趣 她眼前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并不是她的朋友 其实上她很累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节目看一个小时 可能她拍那个节目的视频 可能就拍了一整天什么的 一整天她都在保持那个微笑 你知道就是笑着笑着 后面你的脸都会僵了 所以她拍了一天她的脸都僵了 但是她一直在维持那个工作 其实说真的 每次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节目的广告 我都会觉得很尴尬 我很不舒服 因为我知道那个女生她笑得特别的假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对这种事情会感觉很不舒服 就是你看着一个人在那里假面微笑 在假装做一些事情 我个人看这个我是特别的不舒服 可能有人看了好像没看到 一样那是对我来讲 可能有点敏感吧 我看这种事情我会觉得 我会想到那个人在一个环境 一个位置 我会觉得她并不是真的由衷在笑 她只是很勉强的在做一个事情 维持表面的这个风度 但是我觉得这种维持表面的礼貌真的有必要吗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或是东亚人 我们也很讲礼貌 但是我们讲礼貌 跟巴西人这种讲礼貌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东亚人 并不是通过微笑来表示你的礼貌 比如说我跟你聊天 我不会一直面带微笑 就是表示我很礼貌什么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微笑是用来表达你的感情的 比如说你很喜悦 你很开心 聊到一个事情很有趣 所以你会微笑 但是微笑不是用来表达你很礼貌的 当然有时候东亚人会用微笑来表达一个讽刺的效果 就是反讽 但是东亚人很少用微笑来表达礼貌 我觉得最大的礼貌是尊重 但是你尊重不一定需要通过微笑来表示 比如说你在跟一个人聊天 在做一个事情 你尊重的方式可以是很认真的去听那个人说话 很认真的去看那个人说话 你在专注做一个事情 对方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尊重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礼貌 不需要你在那里微笑什么的 而且我反而觉得你不是真心的微笑的时候 反而是特别的假 就是很假面了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比如说中国人我们聊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很有趣 我们会哈哈大笑或者是微笑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 他让我们笑了就是情感的一个自然的流露 但是这个情节过去了 我们的微笑会收回来 我们的脸不会继续有那个微笑的动作 我们会收回来 对不对 前面我说有点类似真人秀这个节目 电视上经常的广告 每次我都看到他就笑得特别的假 太勉强了 我在想 如果他想要维持素质礼貌 还有风度什么的 他不需要通过一直维持微笑来表示他很礼貌 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他在拍一个真人秀节目 带别人参观他的家 我觉得对观众最大的尊重是他好好地拍这个节目 比如说带人好好地参观他的家 给观众好好地介绍他的家 比如说他打理他的家庭 他怎么样布置他的家庭 他有一些心得体验 他可以好好地跟观众来分享 那个是你的家 你花了很多精力和心血去打理他 说到一个你比较得意的地方 就是你比较花了很多心血 你觉得很喜欢的地方 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你会自然流露出来微笑 这个是不需要假装出来的 对我来讲 一个人你是敷衍还是尊重 你是假装还是真心 观众并不是傻瓜 观众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可能对他来讲 维持微笑是经济最便宜的一个方法 因为他不需要用心 他只需要做这个表面的工程 就可以达到 就可以赚到钱了 也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那个家 他有很多个家 比如他有钱 他可以买很多个房子 那些房子都不是他自己打理的 只是买一个好的房子 然后有人设计 他都只要住就好了 反正去拍他的家 不是他平时最经常住的家 是他很多个房子里面的一个房子而已 我感觉有可能是这样 我看过一些这个节目了 如果你们赶进去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很多明星 特别是那些大一点的明星 比较有钱 他们让这个节目去参观他的家 并不是他最常用的家 而是他平时去玩一下 或是只是去party 或是去度假的时候的一个家 并不是他们真实的一个家 因为他们并没有人 只有一些工作的人在那边什么的 并没有他的家人住在那边 所以也有可能他拍这个节目 没有办法有真情流露 就是太假面了 没有他自己真实的一面 这个只是节目 但是你在生活里面 你看到很多巴西人 你参加一个宴会 或是参加一个公共活动 有一些人他们站在前面 有镜头在看 有观众在下面看 他们会保持那个微笑 明明没有什么事情 也是有趣的 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保持微笑 我作为一个观众 我看着看着我觉得 他不想笑 但是他在笑 我看得出来他笑得好累啊 因为他的脸都僵了 看起来是特别尴尬的 但是巴西人 尤其是巴西女生 会为了维持礼貌 素质风度 会一直做这个微笑的动作 我不再批评这个礼貌的事情 我不想冒犯巴西人 这种表达礼貌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一种礼貌 理多人不怪 对不对 只是我个人感觉就是 不太需要这样 因为亚洲人不会做这样 但是巴西人会做这样 我想聊一下这个体重的事情 跟全世界一样的 你没有办法问一个女生的体重是多少 然后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问一个巴西女生体重这个事情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去问一个女生的体重 做到不冒犯 如果你知道 留言告诉我 说到体重 我想聊一下相关的 其实巴西女性也喜欢瘦 但是她们喜欢那种瘦 跟中国人喜欢那种瘦是不一样的 巴西人喜欢那种瘦是很健康的那种瘦 就是你通过健身 有点肌肉那种瘦 没有很多肥肉 中国人喜欢的追求那种瘦 是那种很纤细柔弱的瘦 没有肌肉的瘦 它不强带有没有肌肉 它只是要你瘦 只要你瘦皮包骨这样也是很美 但是在巴西这边皮包骨是特别糗的 就是很不好看 她们喜欢你瘦 但是是有肌肉那种瘦 你健身那种美 很阳光很活力那种瘦 就是林黛玉那种弱不尽风啊 细胳膊细腿这种 因为中国那些女明星 你看她们现在都是细胳膊细腿的 很少女明星是健身有一些肌肉的 如果有也是极少数的 特别的少 女明星不是普通人 但是如果整个国家的女明星 都在去那个方向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审美方向 是去那个方向的 所以大概也可以知道 中国人现在追求的 确实是那种很纤细 白又瘦又弱这种审美方向的 就是中国人喜欢瘦 跟巴西喜欢这种瘦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是在巴西 瘦并不是唯一的审美 巴西的审美是很多元化的 就是你可以是胖的 你可以是瘦的 脸不需要是一个鹅蛋脸 你的脸型不需要完美 你不需要符合任何的黄金分割点 你都是一种美 他不会说啊 你是那样那样才美 你的身体是多少啊 你的体重是多少啊 才是美 不是 巴西有各种各样的美 你只要看巴西的电视节目广告 你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在中国 你看那些广告 都是很漂亮的女明星在那里拍 在巴西这边 你看那些广告 很多普通人 很多普通人的脸 很多人不是明星 他们也拍广告 因为他们觉得美是很 很多种的 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美的 他没有说必须长成那个样子才是美 一个普通人脸上有雀斑 你的皮肤有很多颜色 就是白色一块一块的 他们觉得都是美 不会因为你这个 你就是一个问题 你需要去改什么的 巴西这个审美已经走在中国 可能前面可能有十几二十年 因为巴西以前跟中国现在是一样的 但是巴西已经过去了这个阶段 就是美的 那个样子才是美 才可以做明星 才可以拍广告 巴西已经过去那个阶段 没关系 你是胖 你是瘦 你是高 你是矮 你的皮肤的颜色 还有你的皮肤是不是有缺陷 都是美的 虽然审美是多元化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一个巴西女生的体重 我觉得还是很难 可能这个也属于隐私吧 不太容易问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问 下一个我要聊的是 巴西女生的年龄 如果你要问一个巴西女生的年龄 你不要直接一上来就问啊你多大了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问巴西女生的年龄 然后我等下我也说一下 在中国你怎么委婉的问一个人的年龄 比如说在巴西 如果你要问一个女生的年龄 你可以先说 啊你看起来好年轻啊 你的头发很好看 你的身材观力非常的好 你多大 你可以这样 就是你先跟我一番 说她头发很好看啊 身材很好啊什么的 然后你就说啊你多大什么的 然后对方说啊 我已经多少岁多少岁了 可能你就问得出来了 就是你不要上来说啊你多大什么的 可能她直接就瞪你一眼 就是你先 你先站她很年轻 往年轻的方向去站 然后你再问年龄 这个会很容易可以问到年龄 在中国 如果你要问一个女生的年龄 我知道有一个围婉的方法就是 当然这个方法在巴西不可以用 等下我会说为什么 你可以问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或是你是哪一年高考的 你通过问这些人生当中一个大的事件 你就可以推算出她的年龄 因为在中国这些人生大事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按部就班的进行 比较标准化 比较程序化 比如说那小孩子一波一波的 六岁到多少岁小学 读完小学中学 读完中学读高中 读完高中 马上上大学无缝连接 所以你可以推断一个人他大学毕业 大概是22到24岁 25岁这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说我是比如说五年前毕业的 你就可以推算五年前毕业 所以他现在可能是27到29岁之间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来他的年龄 所以是通过这些事情 因为你不再问他的年龄 但是你再问他人生中其他大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大部分人按部就班的这样一步一步的上来 小学中学高中大学 基本上都是一个流程走下来的 并没有很多的意外什么的 但是在巴西你不可以直接这样问 为什么 因为在巴西除了小学中学 他们是按着流程走下来 到了中学之后 他们可以自己做主 有时候他们不读大学 或是他们工作几年之后才读大学 或是他们五六十岁了才去考大学 或者是一个人他读大学 他读了很多个专业 比如说我工作了几年 我要去读心理学 再过几年我想我还要去读一个哲学 然后等到我五十岁我想建筑设计 如果你问我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然后我问你问的是哪一个专业的毕业 因为我读了那么多个专业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高考跟巴西的高考不一样 读大学的入学方式也不一样 还要说一个题话的话是 因为巴西你在任何阶段你都可以考大学什么的 在那个巴西教育的视频里面我讲到这个 有人给我留言说 啊中国也有成人高考啊 中国人并不是说你不在学校就不可以读大学 但是中国的成人高考跟你在校在中学的那个高考 我觉得他们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具体我不知道不太一样 但是好像成人高考是容易的多 就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标准 在中国他们把成人跟学生是区别对待的 并没有把所有的人 其实那个中学生他已经是成年人 已经18岁 这个成年人也是18、19岁 只要他不在高中他要参加成人高考 他区别开来区别对待 中学生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吗 我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人当成是一个一个个独立的人 去同等的对待 区分开来 哦你是成人高考 你这个是中学的高考 正统的高考 这边是成人高考 不管我们怎么觉得是好的 但是那个含金量 还有这个社会对那个不觉得那么厉害吧 跟正统的高考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巴西这边 你读大学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把人区别对待 不管你是中学参加高考 还是你六七十岁参加高考 一样的入学标准 只要你考得上去 你就可以去读 在教育面前 巴西这边人人平等 在中国并不是人人平等 当然我说这个教育是指的是教育机会 并不是说教育资源 因为资源不平等的话 哪里都有 不管巴西有 还是中国也有 贫富差距大 教育资源更加的不平等 但是教育机会 巴西这边人人平等 话说回来 如果你在巴西 你要问一个女生的年龄 你不可以通过问她的 大学毕业的时间来 可以算她的年龄 因为巴西这边读大学的事情 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不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走的 下一个事情我要说减肥 因为聊到女生这个事情 必须要聊到减肥这个事情 巴西女生365天 每天都会说在减肥 这个是全世界女性的一个特点 也不是全世界吧 但是起码我肯定是巴西女生的特点 不会有一个巴西女生说 啊我好了 我好了 我好了 我不需要减肥 我的身材特别完美 我现在我已经停止减肥了 我不需要减肥了 没有一个巴西女生会做这样 你跟她一聊天 一聊到减肥啊 身材啊什么的 她永远都会说 啊我在减肥 我想要做减肥 即使是一个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老奶奶 你记住是老奶奶 你跟她们聊的这个事情 她们也会说 啊我也想减肥 我不喜欢我的肚子什么的 她们会毫无忌讳的说要减肥什么的 这个跟在中国是很不一样 你仔细想一下 在中国年轻一点的女性 她们整天说她减肥减肥什么的 但是你想一下 那些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女性 她们基本上已经不会再说这个减肥的事情 我想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难道 难道中国的老一点的女性 她们就不注重自己的身材 就不爱美吗 但是我觉得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中国女性结婚了之后 基本上不那么注重自己的仪表 有些还会减肥一下 就是你刚生完孩子啊 什么你还要减肥一下 你四五十岁 你可能还会想要减肥 但是人越老越容易胖 可能过了五六十岁 我觉得那时候她们基本上 是属于一个已经放弃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她们不注重身材 她们还注重 但是她们永远不会说出来 她们在减肥 尤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 你可以想象她还在说她减肥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在中国 老人要有老人的样子 你一个老奶奶 你还在说我减肥 我要变漂亮 你这是干嘛呢 你为老不尊对不对 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已婚妇女 你生了孩子之后 要照顾家庭 你要照顾家里面的老人 整理那个家 你很难再去说啊 我要去保持我的身材 我要保持一个性感的身体 我需要减肥什么的 整个社会的舆论 不会让他们过多的注重 他们的仪表啊 外在啊什么的 毕竟你都结婚了 孩子都几个了 你还这么爱打扮 花枝照展 照风影蝶 你这个是想红杏出墙吗 对不对 而且年纪大的更是 给你扣上一个老不正经的帽子 一般的老人 谁受得了 这顶帽子 对不对 说你老不正经 说你红杏出墙 说你不检点 不守护道什么的 这些舆论的压力 实际上是很大的 在中国 老人就应该有老人的样子 你是一个老人 你没有你自己 你只是一个老人 你是一个 一个妇女 你是一个妈妈 你是一个老阿姨 你只能是一个老阿姨 你的身份属性 只能是那样 好像你已经不是一个女人 你只是一个 没有自我的一个社会人 就给人这种感觉 所以在中国 年轻一点的人 会说 还要减肥啊什么的 但是你不会看到一个 已经四五十岁的人 就是普遍情况 还会强调说我减肥 一个七八十岁的人 更加不会说 我还在减肥 我要减肥 我要我身体 继续性感什么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觉得是没有的 但是在巴西 这个非常的正常 一聊到压抑自我 内容的话题 我会 我就感觉不太舒服嘛 所以为什么 我会这么喜欢巴西 也是这个原因 巴西它绝对绝对 不会压抑自我 压抑自我的 任何方面的追求 或是任何方面的发展 巴西没有这个事情 相反 巴西这个社会 是非常的开明 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 你想干嘛都行 话说回来 巴西女生都在说减肥 但是 说和做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做 做不做得到 也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但是巴西女生都会说 再减肥 下一个事情是 不管做不做得到 巴西女生都追求 执意过来就是 零小腹 就是零肚子 就是没有肚子 就是平坦的小腹 巴西女生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实际上呢 中国人 他们也不喜欢肥胖 但是对于平坦的 小腹的这个追求 就没有巴西女生 这么介意 因为中国人追求的是瘦 不强调小腹 小腹这个事情 但是巴西女生 不追求一味的瘦 但是他们追求 平坦的小腹 因为巴西女生 更加追求的是 胸不大 屁股很翘 腿很粗 然后平坦的小腹 腰很细这种 巴西的审美是很多元的 但是不管你是 何种身材 平坦的小腹是 共同的审美之一 还有说到巴西女性的特点 不可以避开的一个话题 是巴西女生的屁股 在巴西你绝对不可以说 一个巴西女生 没有屁股 这个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你说这个 你会跟那个巴西女性 变成仇人 在巴西女生的胸部 大不大并不重要 反而屁股更重要 在中国这个是反过来的 在中国中国人不强调 中国女生的屁股怎么样 但是经常会说女生的胸部 在中国有很多讽刺和侮辱 对女性的攻击 都是在说女性的胸部 比如说女生的胸部小一点 就说她是飞机长啊 甚至说她是盆地啊 如果女生胸部大一点 也会受到嘲讽啊 当然这些侮辱性的词汇 来攻击女性胸部发育 事情的男生 我觉得是心智不成熟 或是心智不健全 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比如说读中学的时候 就有很多男同学 当然他们很皮 他们小孩子嘛 他们也不是什么成熟的人 更加不是什么心智健全 或是心智成熟的人 他们会攻击那些胸部发育好一点的女同学 甚至是在老师背后攻击那些女老师 就胸部大一点的 其实他们这个行为攻击女性的身体 实际上他们是在把女性身体 往肮脏的方面去聊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性羞耻文化的一个体现 跟性有关的东西 跟性特征有关的东西 他们都会把它污名化 把它踩得很低 把它说得很肮脏 问题是这个跟肮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因为这是一个生物的事情 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他们会去把这个事情说得很肮脏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我知道自己是心智不成熟的小男孩会说的话 但是说到底 这个其实是一个性羞耻文化的一个体现 让你觉得这个很羞耻 你的胸部大也很羞耻 如果你要练屁股大也很羞耻 要追求性感 这个也很羞耻 巴西人应该是想象不到这个事情的 因为巴西人对于性 对于性特征 对于身体审美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很开明很开放的 但是这个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可以自由追求啊 这个社会对性文化都比较开放 不代表巴西就是一个流氓的国家 相反我觉得那些藏着椰子的国家 才更加容易有流氓 才更加容易耍流氓 比如说一个男的看到 一节白花花的手臂都可以联想到性 然后在路上看到一个女生露出一点的失业线 或者是露出腰的这种衣服 他们都在那里想的不知道有多肮脏 甚至过去嫌猪手就是把流氓 这个真的是有了 这个我们遇到过 但是我见到过 巴西人他们看到太多的美女 看到太多的比基尼 看到太多性感的女生在路上走 穿一些凸显身材的衣服 他们不需要穿那么保守 巴西人已经习惯女性的身体的这个美 或是这个审美的方向 他们很包容这种事情 有太多的美女 太多性感的女生 所以反而在巴西这个社会这种事情反而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一个巴西女生她在路上走路 她穿一个衣服露出事业线 露出胸口很多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中国在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和表达的这方面非常的保守 比如说单看一点香港那边的女明星 因为我们对于明星身体裸露面积这个事情 其实包容度还要高一点 我在Instagram那边我经常看到香港那边有一些女明星 画背新闻嘛 说她参加一些晚会啊什么的 那女明星穿了一些衣服 胸口这边的布往下降了一点点 裸露的面积大了一点点 或是后背看到后背了什么的 然后那些港媒说的非常的难听 说那些女明星什么路失业线 捞钱 路肉什么的说的特别的难听 好像那些明星是娼妓一样 就是说的非常的难听 你要知道这些已经是明星了 他们都如此苛责 你不要说一个普通人 只露着一点点 这一点点在巴西人看来 太正常了 就是一个平时的衣服 说到底还是性文化不一样吧 在巴西这边 一个普通的女性 在一个普通的城市 不需要大城市 因为大城市很夸张什么的 一个小城市的人 一个女性参加一个派对 一个晚会什么的 她穿那个晚礼服 一个深V 不到肚气眼了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就是特别的正常 比那个香港的女明星要厉害的多 问题是巴西人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该遮住的地方还是遮住了 并不是全部暴露嘛 对不对 但是人家露出自己性感的身材 露一些地方 巴西人觉得非常的正常 巴西女生 不可以说她没有屁股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性文化的一个体现 巴西女性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的身材 她可以自由的掌控她自己的身体 她可以追求平坦的小腹 一个西腰 一个很翘的屁股 因为她们去健身很多就是要练屁股什么的 还有她们喜欢很粗的大腿 还有她们喜欢胸部大 有时候也会去做胸部的手术 龙胸什么的 放硅胶进去胸部大 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指责她们 她们可以按照她们觉得漂亮的方式去 去掌控她们的身体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指责 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指指点点 跟中国还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那些女明星 她们只是去做一点点手术在脸上 或是鼻子什么的 都要不要否认 都说我没有做我没有做我没有做 因为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这个压抑是太深了 她不可以自由的去掌握自己的身体 如果她去做这个事情还要偷偷的去做 如果万一被说她还要否认 因为如果你承认 意思是你公开的弄了你的身体 你要变漂亮什么的 会被别人说 说到底还是对女性的压抑太多 就女性没有足够的自主权 我感觉是这样 像是我随便聊的巴西女生的一些特点 延伸到说中国女性的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也不是要说女权那种事情 我也不往那个方向去 我只是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来巴西也有几年嘛 然后确实中国和巴西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来巴西生活 你生活久了 你会很多让你感觉舒服的地方 都是细节的地方 并不是在那些大的地方 对不对 并不是说有高楼啊 有混凝土建筑啊 有高大上的购物中心啊 或是有多块的高铁这种才让你舒服 因为混凝土高楼那些东西它不是文明 文明更多的是在于细节 这个社会对于人的那种很细微之处的一些考虑 你有没有考虑到各出人群的一些需求 对于个体的一些尊重 我觉得文明是在于这里 不管你起了多厉害的楼 坐了那个高铁有多快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文明 在巴西生活久了 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国家 你感觉住的很舒服 但是一下子你又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如果你住久一点 你会发现哦 是这里跟中国不一样 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点 让我让我感觉很好 还有除了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让我感觉也很好 但是你可能一下子你不能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你就是生活的时候你是感觉是好的 有很多的事情 这个这个命题太大了 我也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是研究这个社会学的对不对 我只是以我的感觉在感觉这个社会的事情 但我也比较敏感了 我会感觉到有一些事情是不太一样 久了你琢磨一下 你会发现哦 好像是这个原因什么的 所以我就把这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你会喜欢吧 也希望你对巴西有一个好一点的了解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对巴西的误解太深了 聊了很多有的没的事情 见识有限 请多包涵 请多包涵 最近我要搬家了 我准备要搬到Florenovis那边 Chofo那边 所以后面有一些视频 我可能会聊到搬家 或者是物业啊 巴西租房啊 找房啊 这些事情 因为我最近我在找房子 也有一些心得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搬家的事情之类的 感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